文科不就是死记硬背吗 脑子不好才去学文科呢 文科生毕业了都找不到工作 文理两科号称是平起平坐的 但事实上文科生一直都处处受到鄙视 被明着暗着嫌弃 只能活在理科的阴影之下 在座的文科生有类似的体验吗 有的话呀 请扣个一在弹幕上 最近的一篇经济学论文 又把文科鄙视推向了新高度 这篇论文出自央行的四位学者之手 非常有分量 而文中向国家提出了一个建议 要重视理工科教育 避免像东南亚国家那样 因为文科生太多 陷入发展停滞 这话让很多文科生瞬间炸锅 文科招你惹你了呀 嫌我们读文科误国 难道中国只需要搞科学的人 不需要发展文化和思想了吗 当然也有些人认为 理科生确实更重要一点 论文作者只是说了 难听点的大实话而已 毕竟文科学的再好 都没办法转换成实际的技术 而技术又是咱们中国实现复兴所必须的 让你文科生计实验室 你能干啥呢 大家忙着争论文理谁更重要的时候 有没有思考过一个根源性问题呢 为什么非得分出个文理呢 历史上真正的大师 往往精通各个领域的知识 并且融会贯通 然后达到非常高的成就 比如说达芬奇 他的许多画作不仅带有艺术元素 也蕴含了数学和解剖学原理 又比如说徐霞克 他周游中国考察山河大川 准确推理出了 岩洞 中乳石等奇观的形成原理 还认识到了地球纬度对植物的影响 是杰出的自然科学家 同时啊 他又有绝妙的文笔 能形象深度地描述自己的建文 随便挑篇邮寄 都能上课本 是个出色的文学家 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 肯定得夸他们是跨界人才 但他们自己应该不这么想 反而会觉得 当代人奇怪 知识不就是相辅相成的吗 为何要人为化界 把知识粗暴地分为 伦理两科呢 其实啊 教育的理想状态 应该是把学生培养成全面人才 所有的科目都一百分的那种 但很多时候啊 教育资源不充足 如果强求全面人才 可能会教出全科目都不及格的学生 那么不如退而求其次 让学生放弃一部分科目 专精剩下的科目 找到与他们相关的工作 这就是文理分科的真正目的 中国的文理分科可以追溯到清末 当时中学要修十二门科目 包括传统的如经史书 也有植物学 物理学 化学 1905年 学部官员上奏称 教育科目繁多 教育时间却很短 导致学生学得广而不精 不如按需求划分为 文十两科 想要当官的学生 去学以儒家经典和历史为主的文科 想要做实业谋生的学生 去学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十科 由于清政府不久就垮台了 这套分科方案并没有真正落实 此后咱们中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战乱 教育系统也是一片混乱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才真正建立了全国性的文理分科教育 其标志性事件就是 1950年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 当时苏联教育顾问团建议拆分综合性大学 并组建专门的理科大学 随之削减文科专业 增加理科专业数和招生数 70年前的这次会议影响持续至今 由于综合性大学解体 文理各学科彻底分家 导致了连俗反应 选拔大学生的高考也不得不文理分开考 中学教育也只能分文理两科 站在当时的赤脚看 你很难说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过于薄弱 相关人才稀缺 如果不靠集中力量搞理科的手段 我们实现工业化的时间会晚很多 大家引以为傲的两代一星 诞生时间可能都要推迟 增设理科削减文科的措施 导致文科教育走向衰落 1953年 中国共有118个理科专业 19个文科专业 4年后 理科专业暴涨至215个 文科专业反而下降到了15个 大批文科教授被转去搞行政 文科生比例也下跌到了8%左右 这就是今天文科生被鄙视的源头 在改革开放之后 这个情况依旧没有好转 在人口超千万的国家中 我国的文科生比例长期垫底 到主第二名都比我们高出10% 当时主管部门已经认识到 长期的跛脚教育会导致文化 思想领域的人才严重缺失 不利于未来的发展 此后 国家又重建了许多综合型大学 增设文科专业 开始还历史的旧账 随后文科生的比例开始回升 最近几年啊 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总体招生比例 大致在1比3到1比4之间 央行学者那篇论文 实际上就是认为文科生比例回升的太快了 应该予以遏制 雷雷其实是不太赞同这种观点的 因为啊 文科生的比例并不像当年那样 是完全通过行政计划制定的 现在是就业市场决定的 国家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批准各所高校开设新的专业 并且裁太掉一些专业 就业情况 教学质量 学生人数 都是考察因素 不过说到底还是就业情况 读完了不好找工作 大家口口相传以后就没人报考了 要是某个专业很好找工作 学生都愿意报 那么就会有更多大学开设此专业 今年国家就撤销了518个高校专业 其中既有文也有理 受影响的也不仅仅是大学 还有高中 分科的时候没有人逼着你选文科对吧 大家选科都是参考就业形式 然后根据爱好和成绩 自愿做出的选择 也就是说呀 如今的文理科学生人数比例 是社会自我调节出来的结果 代表了各行各业的人才需求 并不需要去刻意加以干预 如果我们缺理科人才 那么理科生数量就会自动上升 如果我们缺文科人才 也是一样的 无论你选什么科都没有误国 不必觉得抱歉 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 论文的作者们 其实是颠倒了逻辑关系 并非文科生过多 使得某些国家发展停滞 而是他们本身发展停滞 无法建立发达的工艺 导致理科生缺少就业岗位 大家就跑去读文科 随后陷入恶性循环 如果我们有一天有足够资源 能够对所有学生进行全科教育 大家不用纠结分科和选专业 人人都有完整的知识储备 那才是最理想的状况 在那一天到来前 片面强调重视文科 或者重视理科 都是毫无意义的 教育界最应该思考的问题是 目前这个状况下 怎么样分科教育训练出的 跛脚学生走路更加稳健 要么就把那条腿强化到极致 光靠棒就能前进 要么就适当传授 其他科目的知识 作为拐杖使用 教育是培养人才 不是培养人才